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于先进制程 10%先进封装 10%到20%用于特殊制程 另外就7奈米驾动率下滑 影响到上半年 这也是市场关心的地方 7奈米总裁魏泽家坦言 客户需求确实有转弱 当然 我想他如果说客户需求很强的话 大家应该都不相信 怎么可能讲说客户需求很强 客户需求确实转弱 第四季 7奈米6奈米产能利用率下滑 会下滑 影响会持续到明年上半年 同时透露高雄厂7奈米产能 规划会有所调整 高雄厂要什么调整 这等一下我们再跟田有没有报告 另外还有一个利多消息 南京厂 南京厂获得了美国一年期的豁免 也就是说比照三星海力士 这个韩国两大韩厂之外 也取得了一年的授权许可 可以28奈米跟16奈米的制程 继续为客户提供服务 同时可以采购相关的机器设备等等 还有台积电考虑 在德国设厂 这个德国媒体的报道说 10月可能会派团去考察 台积电全世界都要扩张 不但到日本雄本 到德国到美国设厂 甚至传说连印度都有考虑 所以台积电 现在是要到全世界去发展了吗 过去大家讲说台积电是台湾的台积电 现在是全球台积电 还是美国人台积电 我不知道啦 反正基本上台积电还是台积电 台积电因为今天反而说不错 所以盘后台子期拉100点 但是今年晚上8点半 CPI恐怕对台股的起货盘 是有很大的影响跟明天的日盘有很大影响 所以我们赶快请到了财经VY课 Vincent来跟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美国最新的通膨现况 Vincent你好 各位投资人大家好 穆王哥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预估了 今天晚上8点半公布出来的CPI 年比大概是8.1% 那月比增幅呢 是0.1% 那是会小于上个月的0.2%的月比增幅 核心CPI预估出来 现在都是市场预计了 月比增幅是0.4% 那8月的增幅呢 是0.6% 也就是核心CPI的月比增幅 也会较8月稍微在下降 那至于说在 整个这个CPI的年率的部分呢 这个核心CPI年率部分呢 8月是6.3% 那这个公布出来的9月呢 市场预估是6.5% 会略微上升 重新回到了3月 当时创下1981年来的最高 那我不晓得Vincent你怎么看 今年晚上8点半 可能会公布出来的这个数字 以及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有这样的预估数字 当然是好了 让市场有一个预先 其实就有点像预先打预防针的作用了 因为我们讲说 CPI虽然微幅下 其实这个都不及格了 其实这在FED的眼里 我为什么下那个标说 FED的货币政策扭转不易 就是说你CPI即便是下降 但是你降的幅度太小了 那太慢的话 你等于意识就维持在这个高档 时间会拉得很长 那更何况核心的部分 就是先扣掉能源的部分 来讲它不只没有降 还是缓步的电高回升 所以这是美国的克里夫兰 联储CPI的即时预测 因为它是FED下属机构 专门在统计这个预估这个CPI的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你很难让FED 符合它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说 从目前即时预估的数据来看 那投资人当然 但那个是两个小时之后 要公布的事情 所以你也不要期待太深 因为按照如果这个数据的话 除非你有意外 所以我们不能期待说有让FED 让市场说多惊艳 但是我们讲到股市 那股市当然它也不可能天天跌 就是说现在技术面 你的覆规力就是这么大 理论上你这个数字 只要稍微让大家市场认可 能够接受度 只要认可一点点 它都有机会反弹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办法 因为它核心的部分还是增加 好那我们从如果说 我们先撇开CPI CPI不讲 那我们讲说 如果其他的因素 是不是有办法让这个现阶段 如果没有新增的变数 是不是有什么机会 让这个FED的想法可以转变 扭转它的这个货币政策紧缩的看法 那当然我们就要看 因为我们讲说 它上次的会议有提到 九月那个九月下旬的时候 会有一个是 就它宁愿 它可以牺牲一些就业 然后就是牺牲警器 然后来换取说 把通膨快速的把它压低 但是我们如果看 它上礼拜五刚公布的 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报告 我们来推 这个就是说 它在那天公布报告 那个失业率是 还不止没有拉起来 还往下掉 掉到三点四九 等于是在历史低档 那我们重要 我们今天我小小的部分 教各位怎么去推导 说到底有没有机会去扭转这个 就是说什么时候FED才可以感受到这个压力 我们看目前的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 九月份刚公布出来 所谓劳动力人口 是一亿六千四百六十八万 好我们用这样回推 他失业率现在是三点四九 但是我们看 当初在上一就九月下旬 这个公布的时候 所谓经济预测FED FED自己讲 他预计到今年底 他上修了这个失业率 到从六月的三点七 拉到三点八 然后这个差别不大 但是明年就多了 明年他从原本预估的三点九 拉到四点四 意思就是说只要没有超过我的这个预估范围呢 就是在我的预估范围之内 基本上他的步调就是货币紧缩政策不会改变 好那我们来看 有没有机会来扭转他就超过这个范围 如果按照刚刚这个一亿六千八百多 这个劳动人口 我们看这个表 我把他说我们先算今年底 今年底他预估会三三点八 那我们把现在刚刚公布的数据三点四九 减掉三点八 再乘上他的总劳动人口 乘出来是多少 是负的五十一万人左右 那代表从现在十十一十二月 你三个月必须新增失业人口要五十一万 那代表平均一个月要少 少掉要失业十七万 增加十七万 好那我们知道刚刚公布出来的 非农新增新增就要人数还是挣了二十六万 那他怎么会改变想法 这是他自己讲的 我们都按照FET的数字 好那我们再来看 那明年呢 那从今年底到明年呢 如果明年底他失业率预估是 他可以忍受的范围是四点四 那我们再把今年底他的预估三点八 减掉四点四 再一样乘上美国自己 假设这个劳动人口都没有改变 就是他现在公布的数字 乘上去的话 等于说从今年底到明年这样整年 他必须要新增九十八万多人的失业人口 将近一百万 对才能够扭转FED的心意 就他要打通膨嘛 他宁可犧牲就业 那代表什么 你平均你这样平均下来 每个月也是要 这个起码这个大概八万多 新增八万多的这个失业 对新增八万多的失业人口 所以说从当下 从现在最后一季到明年底 总共加起来要失业将近一百五十万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 其实新增就业现在都还是正的 对 那我们再翻过去的记录 是不是真的让FED能够感受压力 是不是曾经有 有我们看 过去来讲 网路泡沫发生的时候 在2001年的时候 他曾经就景气真的 真的开始下滑的时候 他曾经每个月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 都是付的 有付到三十万 有付到十几万 也有常常付二十几万 而且不是一个月 也是一段时间可能长达 可能八个月九个月 后来美国的失业率到九%多吗 没有错 他那时候就是 他当下那时候开始变成富的时候 他的失业率是大概五点七 最后到最高的 对对 那我们来看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那时候 他也是连续 金融海啸到九%多了 对 那个网路泡沫没有到那么高 对他接近六% 那他到最高到九点九%去了 没错 接近十八 而且他是长达大概将近应该有一年 这个一年的时间都是新增 我讲就是每个月 大家不是很重视吗 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都公布 那个很重要数字叫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那方Paylo 对他都是付的 所以意思 我现在要跟各位报告就 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没有超过这个FED的预估范围 你说他会不会紧张 他当然不会有压力 所以他现在根本不可能放松他的货币政策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为什么下边标说FED的货币紧缩政策 他真的很难扭转 因为他自己公布的数字 预估数字就是这样 那我按照你预估的数字 如果都不符合这个状况 代表你要超过 他才会有压力 那到现在会不会超过 那距离还很远 所以意思就是说 哪怕今天晚上 CPI 公布的CPI 哪怕再怎么市场 就哇这样好多 你再怎么 听着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下回再哇 OK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在INF国际货币基因会的一场会议上面 谈到了 说美国的债市 他现在担心会崩溃 这是财政部长讲自己国家的债券市场 他担心会崩溃 他说美国的财政部现在不断的在支持这个债券市场 但他说美国的债券的一级交易商 他们的市场负债表并没有扩大多少 但是整个债市的规模 就是说整个卖压不断的在加大 他很担心 就言下之意 他言下之意又担心说 这种一级交易商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一个卖压 那这个卖压来自于哪里呢 这卖压是来自于全世界四面八方 包括持有美债最多的几个国家的央行 就不断的最近在抛美债 因为这些央行也要捍卫自己本国货币 包括人民银行 包括日盈 日本央行 韩国都在抛 为什么在抛呢 原因很简单 我的货币一直扁吗 我需要 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来赶快来赶快来买我的这个自己的货币 支撑我自己的货币 我要卖出美元 那我就等同卖出美债 卖出美元相关的等同的资产 所以就不断的在抛美债 你可以看到这个各国央行减持美债减持的非常多 另外美债一直这个在跌 这个十年期国债持续在最新一个交易又几乎来到快要到这个四趴 那一直来跌一直来跌那这个一直全世界投资人的卖压 机构法人卖压也是不断 那当然这种卖压非常有可能会把美国债市流动性整个压垮 所以叶伦讲这个话 就讲出下一个重大危机 那这种这种危机啊 也正是台湾金融机构最头痛的是影响20兆 台湾的受险公司海外投资20兆 对对对 投资什么 我讲20兆台币 大家不要 20兆 你不要说受险公司很有钱 我跟各位报告 收险公司现在资产负债票 他就禁止 很多公司已经几乎禁止 他明年代没办法配息了 明年没办法 因为他都要增资 你就不可能配息 因为现在等于说像国泰金 他也 他也已经announce了 他对话讲说 他现在正在计划说 看什么时候要再增资 就符合符合那个 那个所谓的那个叫 禁止比三 对对对 什么资本氏足率 RBC200%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只有国泰金 当然不是啊 我想所有跟受险有关系的都会这样 所以所以这个面临压力很大 那不是单单台湾的问题 或者全球都有问题 尤其现在比较容易 我想谁会先最撑不住呢 其实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英国跟日本 那英国他为了换卫自己的这个 为了养老金那个问题嘛 那又又为了也不想他的英镑也是定毛货币之一 他不希望他他的这个历史的地位被被被动摇 那当然也是抛售美元的资产才护他自己的这个英镑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确实很大 那美国 不过美国至少他债券的交易量还没有有压力 但是还没有到所谓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面临第一个 如果英国跟日本比的话 我觉得日本会比较危险 日本已经连续应该就第四天了 四个交易日几乎十年期公债 没有交易 没有交易 对 就你真的想认赔 比如说我们国泰金有要认 就我要认赔那个债券 真的你还没有人跟你交易 这个是比较问题 那日赢不是会进场去承接吗 他的无限量承接不是吗 蒋是这样讲啊 但是他承接之后他要放出日元啊 那日币又会贬啊 那他又不希望日币贬啊 所以他现在是 因为这个到最后只能选 不可能两个兼顾啦 到最后你只能选择要户哪一个 其实跟英国 我觉得这个是英国 现在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然后港镜头啊 所以就你户得了英镑跟公债 你就户 你户得了公债的话 你就户不了英镑汇率啦 跟日元其实现在一样道理 那我回过头 讲我说 美国为什么吃了衬夺铁的心 就是说这一次一定要把通膨压下去 什么叫 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才能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我这边顺便 因为这个市场上新闻上也比较少人提 我再跟各位报告 那你就会恍然大悟 这个任督而卖就通 我们知道 美国啊 美国这个所有的国债 国债总额 前一阵子才没多久 刚刚突破 有兴趣你可以Google 有那个债务始终 刚刚突破31兆美元 单位是美元 31兆这个是天文数字 那你想想看 你都把债券利率拉到这么高了 那你每一季度 美国的财政部 要借薪还救 借薪还救 他一直态换的时候 那你知道新的债券发行 你到利率那么高 你知道他们一年要付多少利息 以后我看他国防预算 可能都编不出来 光还这个利息 就还到晕头转向 好 那但是你要 你又不能让通膨失控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这样 所以美国为什么FED 为了要牺牲就业 也可以牺牲一些经济 非得把通膨在短时间之内 压下去的目的就是说 我必须把这个通膨周期 压缩到很短 不能像所谓的什么 1980年代啊 我还给你搞个一年两年三年 不行 他一定要很短的时间 把你的通膨周期 把它压缩很短 把它打下去 然后我才可以在 我的货币政策上面 开始松绑 那才能解套啊 不然的话 你重新发债 31兆 每年31兆 你重新发债的利息 有多高 他承担不起 那财政都会垮掉 对 那你为了要压缩 这个通膨周期 他也只能吃了衬头铁的心 就是我牺牲就业 牺牲经济 把通膨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把它打下去 所以为什么 所有 以前是鸽派 现在全部都是老鹰 那我刚回推就是说 你要看到这些老鹰 突然又龟缩回去 变成鸽子 唯独看到就业市场 它是低迷的 也就是说 不只是非但 非但这个 美国的新增 非农就业 不只是要数字往下 而且 不惜把它打到变成负的 就我刚前面讲 好像这个 网路泡沫那时候 还有金融海啸刚过那时候 变成是负的 那才有办法迅速 把这个就业市场 压下去 就薪资 因为薪资通膨本身 薪资他有一种 具有僵固性 他必须用这种 非常的手段 把它打下去 那牺牲经济 变成说 可能会看到一段时间 其实他们也松口了 他们也承认说 确实经济会衰退 本来拜登本来 刚开始还说 不会嘛 他现在也松口 说会有短暂的 他说短暂的 拜登也 拜登也看了台湾的影片 说只要衰退 一下下子就好 对 他就 长痛不如短痛嘛 那变成说 所以他还是会老硬 所以我刚讲结论就是说 即便今天晚上的CPI 不管他的数字 有多符合市场的需要 那美股可能反弹 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即便是美股 短暂因为技术面的反弹 他毕竟就是一个跌升反弹 为什么 FED的政策 不会这么快就扭转 因为我们从就业的角度 从今的角度 那Vincent 台股今年 台股今年从高点 12682 18619 对对对 18619 跌下已经 我刚算一下 已经跌掉5809点 剩下100多点就12682 对 也剩下200点就6000点了 那如果说 从年初起算的话 是5400点 年初起算的话 大凡是跌了5408点 那你觉得 后面几个月 今年会怎么样走呢 这个台股 还是无意 还是无意 我 但我认为 他还是会反 其实我跟你讲 今天本来是有机会的 因为盘中 其实台积电都 都很抗跌 都红的 今天还开高 今天是开高 是最后才被外资卖下去 那当然今天拖累 主要是金控跟 跟这个台硕集团 那就是全职大的 那其实我是觉得 以台积电法说的 这个公布 其实我觉得最大亮点是哪 你知道吗 他确实有看到景气的问题 他不会硬撑 所以他下修了资本支出 有没有 这真的是好的开始 至少我们比方说 景气不好 你还要一直开 假设你是开保护公司 你明明景气不好 你还一直扩张 要开20个新的 新的据点 这就不合常 你变成说只是造成 自己后面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台股 当然会反弹 以技术面来看 但是我认为说 以景气的角度 我们不谈股价 以景气的角度 要触底 要落底 我觉得还要时间观察 没有那么快 所以反弹上面 反弹上去 持股比重高的人 还要减吗 还是要稍微 做一些调整 那长期存股的人呢 存股那 你把我难倒 我觉得现金比例拉高 谢谢Vincent